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又是個脫落更厚的雜談時間 來看看最近有什麼遊戲樂子吧 台灣方面,首先是有留言問的 《僱傭者傳說》 那其實這款就是陸版的冒險大作戰 實際上就是從微信的熱門小遊戲上轉變過來的 包含我之前提到3期的那款 砍樹遊戲、小阿問道 或者是甘道夫星星啦 咸魚之王、星山海濟異變等 甚至會把原本的手機版簡化後再加入微信 而免裝隨開集回來還不佔空間 放置輕鬆、費錢不費腦的優勢 讓這類微信的小遊戲 也成為目前中國廠商積極入場競爭的市場 甚至也可以說是出海前的煉骨場 能在其中獲勝的骨王 多少也是見過下沉市場簡言過的佼佼者 而《僱傭者傳說》的台版 就是有買量大王之一的 1399發行的 旗下包含什麼文明與征服 神木遺跡、英雄你好狗 摩爾莊園、核心利希特等等 之前都介紹過的,都是他們家的 那講到這個神木遺跡 後來也學會了日本的經營精髓 不斷連動各種知名IP來續命 近期的話有像是數碼費 或者來自深淵等 但營收數據上還是在緩慢下滑 也是這類低成本MO天生的劣勢吧 不過我實在很想吐槽 你這個3D建模的宣傳圖 未免也太醜了 別迫害我童年的回憶 那講回這個僱傭者傳說 這類輕度像遊戲 一般的用戶留存率也不高 也不會是廠商會深度長線經營的重點 4399的重點 應該還是會放在明年上半年推出的其他產品 再來最後一個魔法師 商店是掛在一個Spark或Scans上面 沒錯的話 實際的發行商應該是去年才剛成立的中國廠商 愛典網路 那上半年還有推出一個狗版的鹹魚之王 這個三國蛙蛙叫 而本支遊戲號稱約有50萬 但實際下載速度卻還蠻淒慘的 感覺這個灌水是灌蠻多的 然後有時候看廠商找的代言方向 大概也能推出這類產品的調性吧 願這個遊戲能撐過半年 接著是網易的巔峰極速 算是近期讓我比較意外的遊戲了 果然車車仍舊是男人無法割捨的浪漫 台幅的營收目前都有趕上陸服的趨勢 甚至18年推出的狂野飆車9 開幅的最好成績也遠遠比不過 看來這款遊戲是真的有命中不少人的甜蜜點 但還是帶句老話 網易經常都是贏作死居多 也常常很快就把一些遊戲搞死 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那希望這次不會只是收割一波就跑路吧 再來是幾款預約中的遊戲 第一款 相當三國 終極回歸 代理商是一亨 不多說 下一款 惡魔獵人 巔峰之戰 那遊戲為中國的雲唱遊戲開發 卡普空的正版授權 看到這個正版授權四個字的含金量 就問你怕不怕 先不說這款遊戲在陸服已經量到 比外面的天氣還涼了 海外又是他們繼續運營 根本就是雪上加霜啊 遊戲在去年推出的時候 就因為克金森杜森 法格多等雷電被唾棄到不行 後面可能覺得這樣繼續下去也看不到希望 但那個授權費也不能白付 所以後來調整了遊戲內容 在今年7月搞出了個2.0來重啟 但實際上越改越糟 如果你玩過惡魔獵人這系列就知道 他的樂趣就是在可以切換武器風格 跟不斷的連招 廠商選擇把最核心的賣點丟掉 也學了別人就能賺大錢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股東騰訊在後面出謀話策 如今只是變成了很單純的 抽角色加數值相的ARPG 把原本角色完整的招式機制 拆分出來丟去抽卡賣錢 再把招式完整的體驗 墮碎後塞到身心跟武器中 只能說懂賺錢 還是比懂遊戲來的重要啊 除了IP是卡普空授權的 外皮是惡魔獵人借來的以外 就跟原作沒有辦法關係了 根本沒有吸引力吧 而且如果只是想玩ARPG的話 市面上也有其他選擇了 另外有人提到一款忍者Superstar 這個就100%的盜版嘛 反正如果你想玩我不然 但真的是奉勸別花錢在這上面 我是希望不要像上次那個鬼滅之刃的盜版一樣 被日本之媒體報導啊 那再來是維基遊戲代理的天上杯M 是NioWiz於2001年推出至今的 同名PC版網友改變而來 對!至今!他目前還活著! 韓服的話是由Sexysoft的代理 這廠商也代理了韓服的為美好世界現場祝福 純白和弦跟一些女性向遊戲 遊戲在去年的11月23號推出 上個月的雙平台營收約在690萬 排名落在200名左右 就以韓國對MMO遊戲的課金強度來講 這成績並不算太好 不過從他的畫面跟 成績至天堂那套商業模式 目標用戶明顯就是那群追求情懷的老玩家 喜歡的人總是能從中找到快樂 所以理解尊重祝福了 那另外最近有一款 《遺跡傳說》 《旅人的地下城》開始公測 遊戲是最近比較常見的像素風刷怪題材 開發上了上一款是類似作品 但已經一年後就葛屁了 而讓我覺得最奇妙的是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光榮的美術圖 感覺似乎又有依靠神奇的AI來協助 而且同樣的宣傳圖 我可以找到三個不同的版本 個別都存在不同的差異 不論細節、畫風、上色等 代表公司的管控能力多少有點問題 宣稱找來這位美術總監 鄭群浩 這可不是一般人 最早是服務於NCsoft 後續也參與很多遊戲的角色、廣告製作等 後面受到各方投資成立一間遊戲公司 不過後來倒掉了 感興趣到可以自己再去找這段故事 比較近期的代表作就是 LYN、光之死者 以及Contours的下一款ML作品 本身也出版過很多美術作品 跟另外一位大佬金芬太 也是個多年老友了 實力擺在韓國也是屬於前排等級了 而通常這樣的大師 都會有個人強烈風格在作畫中 不然廠商花錢就沒意義了嘛 但你看光榮的主圖 跟他之前參與的遊戲圖的對比 就差得非常多 很像這個拙戀的模仿 或者就是把作品 未給AI學習後拼裝出來的產物 甚至還有那種看上去沒有畫完的痕跡 實在不太像是出自一個知名畫師該有的手筆 還是說錢付不夠 只能讓別人畫幾筆 如果想搬出大佬來站台 至少要有對應的品質吧 不然反倒是純口碑啊 給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公司是不是想圈一波錢就跑路啊 課金錢還是謹慎觀望吧 那其他什麼貓之城 坐實火柴人 三界幻想啟示錄 新鮮霞鑽之 揮劍問題等 這些之前都講過了 就不再多提了 而且實在不值得提 那中國方面 最近比較熱門的話題 就是這個月中上線的圓夢之星 騰訊這波也是不計成本的 與網易的淡載派對正面對決 真正牌桌上資本買量的博弈 兩間廠商都在努力拉各大博主施殺 甚至遊戲內還陰陽對方一下 就看到收縮的共存 還是一家獨大了 當然玩家是希望兩邊鬥歸鬥 遊戲還是要好好經營的 畢竟也沒人希望自己的付出 就這樣打水瓢了 但目前這類派對遊戲在海外市場 還是以PC跟主機上的表現 是跟憂鬱手遊的 同類營收最高的就是Stumple Guys 但各方面跟上面兩款都不在同個量級啊 本來這類的原主糖豆仁也打算出個手機版 當時是由B站拿到開發跟相關代理權 不過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訓練雙貌合約終止後 相關營運權也回歸iPAC了 而糖豆仁在2021年時就已經被iPAC收購了 而iPAC後面又有騰訊這個大股東 所以怎麼想應該是都不會推出個手機版競爭 至少在中國市場方面 那淡載派對已經有率先推出了國際版了 就看騰訊啥時候佈局海外競爭吧 但其實這種看起來像是派對遊戲 實際上是以UGC為主體的遊戲 前排還有個龍頭Rawbox作陣 從推出以來就無人能撼動 做騰訊之後能吸收抖音 外競爭像在中國那樣 不計成本的雜資金扶持創作者 或許有機會動搖一二吧 後續觀望 再來就是少女選項2追放 陸服緊張公測 那相關改動我之前有發過文了 就不贅述了 前幾天還找了過去合作多次的遊戲自媒體 STN工作室來做專訪引流 後面廠商也說會把獎列往上提了再提 而且說已經準備了兩年的內容 每個月都可以提供一個版本更新 但當時那時候有點半成平的表現 對此我是保持質疑啦 莫非是每個月的抽卡角色安排嗎 不過調侃歸調侃啦 至少也是年底 陸服二遊中邁向最好的遊戲了 多少是能掀起一些浪花啦 但能先多高先多遠 廠商大概心裡也沒譜吧 所以感覺顯得有點急躁 到時候有要去公社一遊的朋友 歡迎來反饋意見交流 然後台版貸款獵人獵人不是倒了嗎 最近又改名獵人起航 去陸服割韭菜啦 跟隔壁的暴走兄弟一模一樣的套路 但光靠那個遊戲內容就想割老韭菜 沒被噴爛算我輸你啊 再來看看韓國吧 這陣子沒什麼大黑馬跑出來 也就隨意挑幾款獎吧 上個月底有一款類天堂系的MLO Call of Chaos Assemble 這個月努力向上爬榜中 但過往該公司的其他遊戲都沒有外銷過 所以不確定會不會出個海外版 不過這遊戲也沒有太多差異化的部分 很難比過其他大廠 接著是從2021年公布 拖到本月上市的 新年傳說騎士正式開啟韓服 真不愧是你中立社 冷飯都發霉了還要繼續炒 只望靠一款IP啃老一輩子 之前我也介紹過不少款相關作品 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繼續玩 而先進傳說 歷年來大大喬喬的作品 真的是不計其數了 但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還有看到一個韓國玩家評論寫 請跳過所有帶有 先進傳說遊戲 這真的是太一針見血了 我非常的喜歡 不過只要玩家的情懷依舊 這個換皮之路 永不停歇 就看這個最初的感動還可以出多久了 而順帶提一下 中立社還順手代理了千年之旅的韓服 雖然大就是好 好就是大 廠商甚至覺得自己的美術建模好棒棒 但實際上這款在陸服 目前已經是跌到谷底的谷底啦 甚至比很多現役的老二遊還差 外壓中立社向來也對這類產品缺乏營運經驗 所以大概也會跟日服代理的純白和弦一樣 轉瞬即逝吧 另外同一天 王毅代理的 奇路旅人 大陸的霸者 也上線韓服了 這遊戲應該很多人早就知道了 不過在韓國推出的時間是真的頗晚的 不過這個忙碌的一天還沒結束 立刻趕到戰場的是 暮色雙城的韓版 但韓服的代理商並不是你我熟知的陸珠 不確定這換個名字還是別家的代理 不過只是過個海就變成了韓國自家開發 是騙人沒有玩過嗎? 我人是老啦 但並不是傻啊 那這個廠商在9月10號 還有上架台服去的那款 太古神王 希望這幾款遊戲 不會到時候又從韓國反向輸出回台灣吧 就真的是大變循環的數一次 雖然台灣人確實也是挺好騙的 換名從上遊戲過去也並不是沒有先例 另外目前免費榜第一名的 是一看就知道是來自陸版的幻屏遊戲 那我之前也有講過他們另一款什麼 快刀斬亂麻之類的 但這家廠商一直來都是小打小鬧 並沒有先出什麼波蘭 未來他們真的有搞出什麼名堂 我再來升蛙升蛙 那我們就來看看日本吧 那首先 各類的盜版的西瓜遊戲 依舊的繼續發力中啊 就不知道你們到底還要合成多久了 上次介紹的做出迴戰 不意外的也繼續向上穩定噴發了 本月已經上看41日元了 真的是今年推出的漫改IP首額的頂點了 遊戲在熱度最好時候上線 還有動漫穩定的加持 這波真的是穩蕩蕩啊 那上次提到的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 北方三億 本月6號也正式上線了 雖然是有IP的加持啦 但畢竟是頗差強人硬的賣相 表現也是不意外的不意外啦 不過上一款小隻軌跡的日服 當初一路走來也是在表現不佳的情況下 沉到了今年8月 或許這次也能掉出一口氣啊 再來就是日版的主攻鬆鬆 16月14號上線了 日服是由中國的台灣遊戲負責發行 然後我還看到之前模塊代理的那款空之島失落王國 也被中國的U-Joy Games代理到日服去了 只能說 日本人加油啊 後面還有更多的換皮遊戲等著你們 那最後來提一下全球榜 最值得關注的 是一款大富翁類的遊戲 Menapli Go 從4月推出以來成績就非常好 而其中美國人至少貢獻了7成以上 不出意外的話 2023年的前10名營收 應該是保底有它了 它也讓我想到之前的那款Coin Master 美國人正是對這類休閒遊戲花錢不手軟 而發行商Scroll Parry 前陣子也公布了 這款遊戲在今年已經賺了10億美元了 而我前面提到的StumbleGuys 也在去年的時候被他們收購 不過到了今年也是輪到自己 被阿拉伯公司收購了 真不愧是真實世界的大富翁 只要喜歡就是買一起來放 那這個月基本上是沒什麼大料了 就讓我們期待明年吧 希望年初廠商是可以來點猛的 來個緊碰的2024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銘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結束了 我們下次見 我會不會 謝謝